主席各位先进大家好 是不是还是请曾主委 请曾主委 委员好 主委好 主委我想实际上 我觉得在内阁里面 我说了除了我们11A的央行总裁之外 我对我们曾主委 在这个位置上的表现 我觉得是真的是非常的肯定 那尤其我觉得在这个 虽然这个证所税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担心 那整个股市的交易量大量的萎缩 但是您也推动了当日冲销 那这个当日冲销 虽然我说了未必是最好的政策 但就像现在量化宽松 美国它量化宽松这么久 你看它现在已经整个恢复变最强势货币 而且整个在快速的恢复当中 而且欧洲现在也在货币宽松 所以这个政策上没办法 你必须要用政策工具去配合现在的市场 跟这个让这个股市的健全 让它维持一个稳定的量 让我们整个资本市场 不致受到太大的伤害跟影响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了不起 而且我个人也非常支持 我们金管会现在非常有旺盛的企图心 因为金管会既然要单独成立 金融就是一个产业 所以我觉得要很活泼 要走更开放的路 让它能够更发展起来 所以最近您认为 这个接下来是我们金融的创新元年 也要有更多的金融商品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方向 并且呢也要透过股市 因为我说了股市就是我们经济的橱窗啊 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且我也看到就说 这个我们财政部给我们的资料 其实我们真正啊 涨最多的啊 这个整个税收啊 收入提高最多的 其实就证券交易税 去年成长了24.3 大概173亿 这里面还不包括这个证所税 因为它放在这个 这个盈利事业所的税里面 所以我想可能一定是超过200亿了 所以我想这个算是最 就整个税收来讲 也算是最亮眼的成绩了 所以在这一块 我觉得我们金管会的努力跟用心 我觉得大家都看得到 都看得到 谢谢 谢谢委员 还有呢 主委 因为我看到您现在所有的具体方案 15项当中 当然我们都是非常的支持 这里面呢 呃 您也预备把这个当日冲销啊 从这个7%变成10% 但有一个也就是说原来的200档 你要变成416档 是 我觉得让更多的进来 就像我们中小企业占我们国家 百分之八十几 而且呢 是我们最有活力的这个部分 但是因为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标准 那对于 因为你这个是倍数的成长啦 当然以他的这个手续费来讲 不是很多 因为1200万啊 你double大概2400万 就增加1000多万 但是呢 对于中小企业进来 然后能够在资本市场取得资金 但是你怎么样让这样的档次能够健全 而且能够让大家能够了解 呃 跟委员报告 其实今晚会对中小企业的部分 有几个措施 特别跟您报告 第一个部分是 推动中小企业的专案换款 去年就增加4000亿 现在整个中小企业的专案换款已经超过5兆一 这第一点 第二点金管会去年1月3号开始推动了创贵版 他每一个中小企业经过辅导之后 可以给予他财务的辅导 另外他可以募资1500万 那去年已经有62家挂牌 那今年也是列为重点的工作 这是第二项 第三项就是我们金融挺创意 都是微小型的企业 这一步我们去年做了765亿了 对整个协助 微型 或者中小型的企业 有重大的帮助 以上有三点的措施 谢谢 是 那我刚才听到 当然我也知道 就是说您对于整个政府政策上 在你的范围所及 都是权力的配合 是 那因为我们也知道 因为现在欧洲也货币宽松嘛 那我们也在想说 这个资金啊 就是 进来太多我们也担心 不进来我们也担心 股市太热络我们也担心 不热络我们也担心 所以这个NNR之间 这个也是让我们很能力 但您也知道 因为在海外的基金操作 即使买台股 它也是要有阶段上的获利了结 而且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台股 基本上还是被低估了 还是低估了 虽然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这个投资的标的 但是呢 这个我们也 这个也有所担心 因为我们现在 最好的上市公司啊 其外资的持有比率 也非常的高 所以对于这一部分 你怎么样 让我们民众啊 对我们的股市有信心 也能够来 这个等于 所以你不要自己做企业嘛 你一样是在支持我们的经济 然后肯定我们的企业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 关注我们台湾的成长发展 我觉得这个部分啊 我觉得也是我们 非常关心的啊 我不晓得 对于这个整个全球性 因为以前没有这么复杂的变化 现在变化的速度非常的大 那我不晓得这个 这个主委有什么样的看法 尤其今年基本上 整个金融的波动度会特别大 欧洲有些国家在退QE 有一些国家甚至还在降息 但是美国万一一升息的话 会造成比较大的波动度 这第一点 第二点是金管会也长期在推动 也走入 也配合证交所 走入校园 尤其大专校园 在推动金融教育的部分 我们要让所有的金融投资者 包括一般的大众 知道有投资就有风险 所以我们也呼吁 所有的投资大众 不要短进短出 其实短进短出 不一定可以获利 但假设找对了好的对象之后 常以投资 或许是比较好的策略 是 还有呢 我想主委 当然您在您这一块 我觉得已经做得很好 但对于国家整体发展上 我也希望你要认真的 坦诚的 因为你也是财政部次长出来 要讲真话 这一点我是也很肯定你 但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就像您也知道 我们整个GDP的成长 因为现在我们政府的投资 是负的2.2 我们的国营事业投资 是负的12.72 我们现在预期明年 我们这一年度的民间投资 要增到5.98 但您也知道 我们现在预期 这个GDP的成长 也不过3.87 那石油的叠价 大概就占了1% 那所以呢 如果我们政府不投资 国营事业不投资 怎么样带动经济 但您现在一直在鼓励 我们民间的企业 起来加入我们资本市场的行列 但我想对这个部分 我想我们也是非常的关切 因为美国啊 这个最近啊 这个因为当然我觉得 我们民间消费 是占了非常重要的一块 一个是民间投资股市 民间消费 民间投资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 不能相互制肘啊 那你像美国卫生纸 而且它买的现在很贵的 德国的 有烫金的 竟然成长百分之 这5年来成长百分之10啊 就是当经济好一点以后呢 大家愿意比较适度的一点品质上的高水准的标 就是说比较超过一点点的这种消费嘛 所以我们对这部分啊 我觉得我们现在 这个整个加薪的这个态度啊 我觉得最主要是什么呢 在大陆 它是非常有计划的 例如它要把蓝领阶级变成白领阶级 把乡村人口变成城市人口 然后给它加薪 让它消费 变成这个原来的工厂 变成一个市场 这样子来做 是有计划 有tempo 有节奏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啊 你怎么样让大家 也能够敢于消费 认为未来的经济 经济无它 信心二字而已啊 是 那我觉得怎么样 让大家带动 经济的信心跟信念 我想主委有什么样的看法 是 谢谢委员 有关怎么样协助国内经济进步发展 第一个是 我们让整个资本市场更健全 让所有企业要进行投资的时候 在资本市场拿得到钱 容易拿得到钱 这第一点 第二点是 尽管会管了很多的法险公司 它的资金非常充沛 到现在有18兆 我们也希望把这一部分 能够有秩序的引导到 社会公共建设等等 或者是老人照顾等等 可以协助经济进步发展 第三个部分有关加薪的部分 金管会也发布了高薪指数100 还有贵买薪酬指数等等 我们也希望带动上市上柜加薪 进而带动非上市上柜中小型企业 能够加薪 能够带动消费 所以我觉得实质最重要 实质最重要 但还有一点就是数位金融的部分 将来这个我看到您也是要将来采取开放 因为这个速度太快啊 没错 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跟得上脚步 但是呢 我觉得跟得上脚步 但这一块并不是要问你是说 你积极的这个查税还没开始啊 这个我不晓得这是我们针对 已经发生以后去围堵 但未来在这一块啊 现在越来越方便 现在在这个很多地方啊 它可以直接啊 在手机上就可以借钱 而且利息啊是一天一天算 你可以当天还或者明天还 你愿用多少就算多少 越来越弹性 将来对这一块的金融 您有没有去做思考 有没有去关注 谢谢我的指教 金融3.0的版本 金融会从去年下半里在推动 那我们要会同银行工会 保险工会跟证件工会 全力的推动 我希望您注意这一块 好不好 是 谢谢